CNR健康基金会和民族媒体服务中心召开网络研讨会探讨有关山火、住房危机以及反疫苗情绪等问题 本次的会议有请四位分别来自大学、政府相关机构、公共卫生部门和社区的专家 探讨目前布特郡在疫情下面临的状况 布特郡是北加利福尼亚州以农村为主的县之一 其相对共计22万7千的人口在北加州有着相对较低的疫苗接种率 仅仅为46.6% 近日,其特市该线一个重要的城市,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包括大量野火和难民融入,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 大量的拉丁裔移民人口,强烈的反疫苗和反授权情绪 与此同时,当地拉丁裔领导人正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 并获得准确讲西班牙语的社区提供有利信息 Part of that leads me into sort of this idea that in Butte County, we have an unprecedented sort of rise of anti-science attitudes and rejection of evidence basis and other sort of things. We cling to a lot of our opinions and beliefs rather than facts. Most people are getting their news and their educational sort of knowledge from social media, which as we know is rife with misinformation and other sort of things, and we kno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liticized and polarized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多年来,野火对于加州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不容小事 健康与服务管理局Linda Seabrocks博士提出 近几年的层出不穷的野火事件 也加深了对自然的恐惧和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 专家在会议上指出 奥米克戎变种病毒随着假日的到来 广大群众需要谨慎对待 专家呼吁还未接种疫苗人群接种疫苗 新软健康基金会和民族媒体服务中心 该中心的愿景是让加利福尼亚的所有人过上健康的生活 该中心致力于促进消除健康不平等的努力 同时鼓励创建健康的社区 本网维视孙嘉宜 罗杉矶报道